1951年,志愿军180师血洒北汉江,硬抗美军五个师的昼夜进攻。 1951年5月,第五次战役打响后,志愿军180师奉命越过北汉江,掐断敌人之间的联系,此时距离彭总下令全军撤退只有五天。 5月23日,180师接到撤退命令,却发现周边有军先行撤离,敌人全部围了上来,他们成了最前沿的突出部。 180师面对这种情况会怎么做?他们成功撤离了吗? 在视频开始前,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。 抗美援朝全面爆发后,180师被紧急征调,从四川乘坐火车奔赴朝鲜,在完成初步整讯后,180师士气高昂,战斗意志坚定,他们跨过鸭鲁江,进入朝鲜战场,成为志愿军的一部分。 从1951年3月开始,180师都在赶路,从新翼州一路向南,由于白天有美军的飞机封锁,使得白天行军几乎不可能,迫使他们每晚都要进行强行军。 每当夜幕降临,180师的战士们便开始了他们的行军旅程,头顶上是璀璨的星空,脚下是崎岖的山路,他们必须在黑暗中穿行,躲避敌军的空中侦察和轰炸。 长时间的行军,使得每个人都极度疲惫,难得有片刻的休息,他们也只能利用短暂的停顿时间,匆匆地吃点干粮,然后继续前行。 4月22日,第五次战役打响,180师再次跑步跨过北汉江,向当面的美军发起进攻,在初期作战中,他们计划执行得当,兵力部署合理,步兵,炮兵协调作战,迅速打破了美军的防线。 在推进过程中,180师利用复杂的地形和夜间作战的优势,成功地避开了美军的火力网,并迅速对其后方进行打击,造成了美军的极大混乱。 美军虽然装备精良,但面对180师如潮水般的进攻,仍然难以招架,不得不后撤,180师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。 然而,随着战斗的深入,情况开始发生变化,美军迅速调集增援部队,依靠其强大的空中支援和后勤补给体系,逐步稳住了阵脚,并开始对志愿军展开反击。 与此同时,志愿军的补给线变得越来越长,补给困难的问题逐渐显现,尤其是在美军空中力量的封锁下,前线各部队的弹药和粮食供应变得极为紧张。 5月21日,彭老总下达全军撤退的命令,上级要求180师执行断后任务,可是他们只有6000余人,在兵力和装备方面完全无法与美军相抗衡。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,5月23日一早,180师发现有军提前撤退,将他们留在了最前沿,与敌人的距离已经不再是安全范围内。 敌人的进攻脚步越来越近,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包围,而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 这一突发情况,让每个士兵的心都沉入了冰冷的深渊,他们急切地向上级求助,希望能够得到支援或是进一步指示。 然而,面对他们的请求,却只得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复,坚守5日,为大部队争取时间。 这个命令,如同晴天霹雳,让180师的战士们无所适从。 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,他们的人数已经不足,装备更是捉襟剑肘,要想完成上级的嘱托,并且全身而退,必须要做出艰难的决策。 180师面对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?他们成功突围了吗? 志愿军最强战力,180师6000余人硬抗美军5个师,铸就铁血军魂。 1951年5月23日,180师与上级的通讯断开,他们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坚守北汉江,等待有军部队在后方组织新的防线。 击战一周夜后,180师奉命北撤,由于缺少渡江船只,战士们被激流冲走了数百人,重装备几乎全部丢弃,不仅更是严重不足。 几乎丧失战斗力的180师能逃出升天吗?他们与美军僵持了多长时间? 渡过北汉江后,180师的指挥部接到前线传来的急报,粮食已经全部耗尽,但要也所剩无几,战士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, 饥饿和疲惫交织在一起,使他们的身体濒临极限。 随着敌人的包围圈逐渐收紧,180师的处境变得愈发危险,他们三面受敌,几乎没有任何退路, 敌人的火力不断增强,炮弹在阵队周围炸开,尘土飞扬,硝烟弥漫。 施灵岛分配有限的弹药,确保每一发子弹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 同时,他们鼓励战士们利用地形优势,构筑坚固的防御攻势, 尽可能拖延敌人的进攻。 战士们顶着饥饿和疲惫,夜以继日地坚守在战壕中。 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,坚决不让敌人越雷翅一步,每一次的反击都显得异常艰难。 随着战斗的深入,180师的损失也越来越惨重, 许多连营级部队在敌人的炮火下全部打光,与阵地共存亡,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。 5月25日下午,180师接到军部的命令,允许他们后撤, 可是兵团的命令也很快来到,要求他们继续坚守,两方的命令出现了冲突。 战士们不知道该如何行动,是否应该遵循军部的命令后撤,还是继续坚守阵地。 同时,他们还必须面对来自敌军的攻击和压力,这使得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和复杂。 高级纸战员也陷入了困境,他们需要做出决策,但很难判断哪个命令是正确的。 如果他们听从军部的命令后撤,可能会失去当前的阵地,给整个军队带来威胁。 但是,如果继续坚守阵地,部队会遭受更多的伤亡和损失。 纸战员们分析局势后,认为应该立即撤退,他们已经断粮,战士们没有进一步作战的能力,连续的调动会更加疲劳,应该避免被美军全面包围。 可是,180师师长是政委兼任的,他缺乏实际指挥经验,同时也需要考虑到自己的政治任务和角色。 面对军部和兵团的不同命令,他做出了一个决定,坚定地执行兵团的命令,命令部队不在北撤,而是南下占领阵地阻击敌敌人。 本来已经准备撤退的战士们不得不舍弃之前已经建立的防御攻势,带着无尽的疲惫在新的阵地上重新部署,用血肉之躯抵挡美军的联敏进攻。 这是一项非常危险和艰巨的任务,需要战士们克服疲劳和压力,保持清醒和冷静,具备极高的战斗素质和勇气。 此时,180师已经和友军完全失去了联系,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左侧的敌人的威胁和打击,后路也被断掉,彻底陷入了五个美军师的包围之中。 180师要如何逃出包围圈呢?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? 1951年,志愿军180师陷入美军五个师的包围中,血战五天五夜。 1951年5月26日,但要补给全部耗尽的180师向军部提出了突围请示,希望能有兄弟部队接应他们。 军部同意了他们的申请,要求他们向西北方向撤退,并且会派出181师接应,惨烈的突围战再次打响。 180师能顺利脱身吗?他们坚持了多久? 趁着夜色,180师的剩余队伍兵分两路,分头突围,在阴风山集结,战士们如同两道闪电划破夜空,向着预定的方向急迟而去。 这一夜,两支队伍都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,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火,炮火连天,枪声刺起笔伏,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战友的倒下。 经过一晚上的浴血奋战,两支突围队伍在阴风山碰头,所有的官兵都疲惫不堪,此时全师已减员三分之二。 然而,等他们派出侦察兵前出侦察时却发现,原本说好的接应队伍根本没来,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,全师上下陷入了短暂的惊恶与迷茫。 占据阴风山的还是美军,他们凭借着强大的火力和机动力,在山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,等待着志愿军上门。 战士们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考验,但经过短暂的调整后,他们再次振作起来,不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,最终夺下阴风山。 当夜色再次降临,180师的战士们围坐在昏暗的火光旁,脸上写满了疲惫与坚定,他们再次向上级请示突围的方案,渴望得到明确的指引,以便从美军的重重包围中突围而出。 在这关键的时刻,军长亲自出马,坐在简易的地图前,仔细研究着当前的战局,经过深思熟虑,军长最终决定只会180师向史舱里撤退。 他保证只要180师能够成功抵达史舱里,接应部队就一定能够赶到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援,从而甩开追兵。 可惜这天晚上,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,雨水如同瓢泊一般,倾泻而下,很快便将道路淹没。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,不仅给180师的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,也让接应部队陷入了困境。 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,接应部队的行军速度大受影响,他们冒雨前进,但道路泥泞不堪,与此同时,美军也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了防御,试图阻止180师的突围。 在艰难的行进中,接应部队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纠缠,再加上大雨的影响,他们不能按时赶到史舱里与180师会合。 处于无尽绝望中的180师,接连突破敌人的阵地,打破了敌人的防御部署,却没能等到有军的及时支援。 这让他们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。 5月28日,他们不得不接受命运,开始分散突围,在美军的围追堵截中失去了全部箭制,激进于全军覆没,代价极为惨重。 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,180师的每一个战士都在谱写着一首壮丽的英雄歌,他们面对美军的层层围堵,依靠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 许多人倒下了,但更多的人站了起来,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后方的部队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,铸就了铁血军魂。 许多年过去了,曾经的战场已经恢复了平静,新的城市和村庄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。 但是,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,回顾180师的英勇世纪时,心中总会涌起无限的敬意和感动。 历史不会忘记这支英雄的部队,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,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前行。